那包括在昨天的比赛呢 其实这个数据应该大家也已经都可以听到会背起来 就是今年上半季 一大金融队就是四队当中呢 先持得点胜率跟胜场数都是佼佼者 所以真的让他先得分的 通常他的对手在该场比赛真的就会陷入空前的苦战 那这场比赛又让这个一大在第一局就攻下两分 整个球来考验下二雷手 接到之后刹车传向一雷 来不及了 周慧如这个球是有拦截到 但是要做一个刹车转身再往一垒传呢 事实上已经是有点来不及了 我们来看一下相对的一个位置 这个球对野手当然也是一个考验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在接到球的那个刹那 他的人是往二垒的方向去冲的 你要一个刹车然后转向再做一个传球 确实有他的难度的一个存在 我们来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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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看